动物园二年三班要去植物园 二年一班能全班开会讨论 最后决定去猫乘的猫乘客家 请教猫乘客一个问题 不,是九个问题 因为二年一班有八位学生 与老师背着书包与水壶出门 经过打个超大青蝴蝶结的猫小口猫狗大墙来到猫村 小朋友与老师觉得心跳越来越快 有点紧张 因为他们就要跟传说中的什么都可以 问到猫小口见面了 一天,前一天 大家都把自己想问的忘记写在纸条上 猫小口你好 我们照着约定时间 到达你家门口 老师教学们 其实猫小口更紧张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跟小朋友见面 从前他只有在故事书上看过人类 猫小口小心地打开门 说大家好,请问有什么 有指甲 有什么 说 half a call 小口 好